我们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5年规划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现在走 我相信这个东西在一个艺人签公司的时候 都会写到说你三年你要公司给你发25首歌 然后给你开两场演唱会 这个都是有的 但是我所谓的那个所谓的规划是真的很系统的规划 2009年为起点怪异造型让几乎被娱乐圈遗忘了的尚文杰 频频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看似荒诞 甚至被称作山寨Lady Gaga的造型背后 却有着他的团队布局5年的精心规划 我觉得我做了文杰的造型 其实它是营销 如果你把它用成这个行业的词就要炒作 我觉得那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 那这个就是炒作 可是这个炒作是没有不伤道德风化 你现在做的事情也没有给你带来多大的成功 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些别的呢 二十几岁的时候你不尝试 难道等你三十几岁了你再做吗 而且我觉得至少你们还讨论了 那个就是起码比他正常的状态下去 唱了一个歌没有人讲要好 其实有的一些大众 他在看了你的一些造型的时候 他其实是被一些 就是他自己不太接受的一些东西吸引过去 但是呢最后他还是会去 关注到你那些其他的一些同事器的新闻 那对宣传音乐还是有帮助的 造型是为了得到媒体的关注 我们第二个规划就是做唱作 做原创 做电子 目标明确 规划清晰 但在团队中担任着不同角色的尚文杰和内心远 就在几年的合作中因为工作争吵不断 我们争吵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玩 因为我的最大的 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嘲笑内心远 我是个性格特别无趣的人 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第二种争执那是工作上的 比较一本正经的争执 吵到很可怕的程度吧 就是在巴黎街头一人选的一个方向就走了 然后我的同事就不知道该追谁好 比如说我们去年发的唱片 《最后的赞歌》里面有一首歌 叫《气泡》 我们的第一版的制作人编的曲是比较轻松的 然后有点爵士感觉的 他自己非常喜欢 但对于我来说 我是做大局把控的 这张唱片的起划是我做的 那起划是我跟你一起沟通的 可这张唱片起划的调性里面 是不允许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轻松的东西的 很多编曲 比如说他喜欢A版 我喜欢B版 吵到拍桌子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我写出来的时候 我的动机是这样的 但是他作为整张专辑的一个策划人 他觉得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 是B版本好 在赛文杰2011年的专辑《印》中 收录了一首 赛文杰两个小时创作完成的歌曲《沉迷》 这首歌就是他和聂心远 一次激励争吵后的产物 那次还吵挺凶 其实没有吵 就写邮件而已 我们在工作有一次通告上 发生了很多问题 然后聂心远看到 就把我们团队的 从助手到经纪人到艺人 每一个人都写邮件骂了一通 然后我特别生气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责任 我记得我给他开始写中文 然后情绪激动 因为我是那种 情绪激动写着写着 就没英文的那种 给他写这封特别长的邮件 一开始还写中文 再到最后全是英文 在那骂 骂完了之后 这封邮件发出去以后 手机一关 然后当天马上就把那个写出来了 印象特别深刻 就两小时 但我觉得它很棒的是 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 把那个情绪通过音乐的方式 描述出来 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 我写得特别的好 这首歌的旋律 我特别满意 所以之后 我每次跟他吵完架 我还尝试着 他写点东西呢 后来都没有成功